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台北的小超 記得加我的FB 天龍國防具商人 FB喔 那我們今天要來說明一下閥門這件事情 照理來說閥門這個東西 如果正常使用是不會壞 不過有些人呢就異想天開在那邊洗它 洗啊洗啊拔啊拔啊的 洗洗拔拔拔洗洗會發生什麼事情 出手出腳把它搞壞對不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話呢要來講這三個 這三個閥門片 閥門片有分進氣閥門和排氣閥門 那有一些東西呢共用 有一些東西不共用 那至於那個6800的話 因為它有點大我就不拿過來了 那他6800閥門啊 我等一下會講 他的閥門其實就是 65系列的閥門 跟他一模一樣 好那我們先來講6200的閥門片 他閥門片的話呢長這樣子 這是排氣閥門 一片藍色的拔起來 長這樣子 我這排排氣閥門 那至於進氣閥門部分的話呢 把它說要小心喔 不要弄壞喔 出手出腳就斷了 所以把它說特別小心 這就是6200的排氣閥門 各位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6600 好 那再來呢 是那個再講65的好了 65的排氣閥門的話呢 這樣子 這邊壓一下 中間凸起來 拔的時候一樣要小心 輕輕的 好 這是他的排氣閥門 長這樣齁 那跟75的系列很像 但是他有點小不同齁 那可不可以通用呢 我試過了可以通用 那他進氣閥門 好吧給各位看一下齁 好 進氣閥門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喔 要擺好 好 接下來呢 就是75系列的啊 75系列的排氣閥門 那也拔給各位看齁 一樣齁 這樣拔有時候翻翻不起來 然後壓一下中間 然後他翹起來 我輕輕拔一下 YES 這個拔的時候要小心喔 一不小心斷 好斷怎麼辦 好貴不要擔心 我賣場有賣齁 而且會賣也很貴 我誰叫你要拔斷 不看我影片齁 活該 影片齁 來 好 那我等一下再講差異性齁 我把它全部拔光光齁 好 好 進氣閥門很簡單齁 像 各位 各位 各位有看出什麼不同嗎 有點亮齁 調暗一點 好 來 各位看一下這兩個閥門片 這兩個閥門片呈現鵝黃色的 有沒有看到 所以也就是說呢 62跟65的進氣閥門片一模一樣 那七那個什麼62的排氣閥門片 跟75的排氣閥門片也是一模一樣 所以等於一件事情齁 就是呢75系列的進氣閥門 就是6200的排氣閥門 那他的這個75的排氣閥門跟65的排氣閥門又共用 我為什麼講共用而不是講說通用呢 就是可以一樣呢 我其實呢各位看一下 65和75系列的排氣閥門 型號我不講齁 我不想跟你講 因為你講了 你知道六號你就自己去教材料就不跟我買了 開玩笑的 你要買自己去買 反正我是不想幫你服務了 那如果說你就需要我那個這邊排氣閥門服務的話 可以找一下我的賣場齁 可我跟各位講一下最好還是不要把它拔斷了好不好 拔斷的話就 就很麻煩了齁 來各位有沒有看到差別 一個長一個短 那長有長的好處 短有短的好處齁 我等下講一下好處壞處在哪裡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後面一模一樣齁 比對一下 你把它一模一樣齁 柔軟度也一樣齁 差不多啦齁 沒有很大的差別 那短和長有什麼差別咧 齁 我跟各位講一下齁 短的好處就是說你在裝的時候 然後 我不要用這個示範 好不好 我們用七五系列示範 好不好 把全部拆開好不好 用全部拆開的話 才好說 怎麼去弄它齁 好 假設這就是我們七五系列裡面對不對 發門片的部分齁 好假設我在裝的時候啊 我們先把它裝起來齁 我們裝六五系列發門片 七五裝六五的可不可以 好裝的時候呢齁 這背面要注意喔 你看各位有沒有看到 摳出來 好輕輕的摳出來齁 好這就裝好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好 好這樣發門片可以正常關閉 好開啟都沒問題 六五系列發門片好處是說 你那 凸點不會太凸 好它是平的 齁 那有什麼差別嗎 差別就在於舌頭伸出來的時候 好碰不到它 齁 那為什麼舌頭伸出來 我是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怪癖 什麼的吧 反正這平的部分 都是沒什麼差別 好那我們 拆的時候也要注意喔 就中間戳一下 拔的時候要小力一點 齁 配合手指齁 從裡面推 這樣推 這樣子拉 沒事不要去拆它 齁 好不好 拆個三次五次 總有一天會斷 好那長的好處是什麼 勒 長的好處是這樣搓進去 搓進去 好各位有沒有看到背面這樣子 拉一下 拉一下 記得要這樣 輕輕這樣拉一下 拉一下就好了 好 它的好處呢 是好拆裝 壞處是什麼呢 當你的舌頭伸出來的時候 可以跟他喇舌 這樣講 好不好 好啦 那這樣講很奇怪齁 但是呢 那個七五系列的閥門片就是這樣子 軟軟的啦 好吧 你可以 好 那 我剛剛也給各位示範了嗎 就是六七五的部分啊 六五的部分裝在七五的上面的話是沒問題的 那問題來了 七五裝六五可不可以啊 試試看齁 來 六五的哦 這個是七五的閥門片 一樣把它伸進去伸進去 伸進去 伸進去對不對 轉過來 好這樣拉一下 好 對 OK 搞定沒問題 哦 那至於說哎 前藍色的不優耶 不會好不好 那當你蓋子蓋起來的時候 其實什麼都看不到 有沒有 看不到 看不到裡面是六百七五的 各位如果說像那個 我先討論一下為什麼會拍這支影片 因為那個 台灣的某個公家單位 我不講哪裡啦 一講被發現 某個公家單位他不小心把閥門弄壞了 而且弄壞不止一個 然後那天呢 我拍真假防毒面具的時候 就七五系列防毒面具 尤其講到閥門片這件事情 那個 那位公務員啊 就檢查一下他們單位上的那個閥門 他發現 欸 怎麼會有假閥門 各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們單位有個傢伙 可能把真的閥門片弄壞了 然後呢 去找那個大陸的那個逼禍的那個閥門 就假閥門 裝上去 各位 就有點像是我們以前啊 連上啊 就是 如果你的單位的東西弄丟了怎麼辦 刺刀弄丟怎麼辦 跑去精品店買嘛 對不對 跑去精品店買 或者說買美軍的來代替齁 那國軍的刺刀跟美軍的M1刺刀其實有差別嗎 那 差的不多 但是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 那也就是說 當他把一個零件弄壞來的時候 他不敢講 他也不敢 他也不知道去哪裡買 像這種東西其實不好買 因為很多人有賣房租面具 不等於有做這樣的閥門片的服務 弄壞怎麼辦 買個新的 可能買個新的又特別貴 所以這時候呢 他就去湊一個假貨把它裝上去 好死不死 看了我的影片之後 那個單位的人就發現說 欸有個假貨 被我抓包了吧 那當然不是軍隊嘛 所以就算了嘛 公家單位不要為難 就是自己的同事嘛 那閥門片的部分 所以他就在跟我去買了 所以說這個閥門片的部分 六五的閥門片是短短的 七五的閥門片是長長的 那用起來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差別 那如果說你真的 欸各位看了影片 私底下 如果你發生這種事情 把閥門片弄壞 又不想被 單位發現的話呢 你可以買短閥門片 然後呢 把它拆一下 各位有沒有看到 長短差一點點 拆的時候記得拆漂亮一點 不要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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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片 或什麼指甲刀這樣剪 剪的話會有痕跡 各位就完美把它切平 那你的那個單位主管 就不會發現 你把閥門片弄壞囉 所以六五的閥門片 可以取代七五的閥門片 只是說呢 那個價格有差 這六五的閥門片 比較便宜一點 那七五的閥門片 比較貴一些 怎麼都有個點呢 欸 沒事髒東西而已 OK 好那各位就知道閥門片差別了吧 那買閥門片的時候要注意喔 或是說你要跟人家講的時候 什麼什麼型號啊 什麼 比如說我說我要六五的閥門片 如果他沒有的話 你就可以用七五替代 那七五的閥門片如果沒有的話 你用六五替代 這兩個替代沒有問題 那這兩個替代也沒有問題 而且沒有什麼顏色差別 那這兩個更沒有差別 唯一有差別就是這兩個 可是 除非啦 你的主管 有看過我的影片 那你就不要這樣幹 就這買七五的就買七五的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的主管呢 笨笨的不知道的話呢 那你可以買六五的閥門片 去取代七五的閥門片 去取代七五的閥門片 記得喔 這後面收尾的部分要做好喔 我是不會幫你收尾的啦 你自己要剪喔 我不會幫你剪喔 因為這個價格本來就有差啦 我要剪自己回家剪 好 那就影片到這邊喔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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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